你能想到吗 俄罗斯方块竟被拍成了惊悚片 这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惊悚影片 俄罗斯方块 俄罗斯方块的版权最终花落睡觉 亨克是一名游戏推广商 今天却被一款游戏吸引了 仅仅完了五分钟 他就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他现在满脑子里都是各种小方块 他将这个神奇的游戏介绍给银行的信贷经理 俄罗斯方块的名字 是由希腊语中的四和英文的网球组成 游戏里的所有道具 都是四个小方块的变体 这款游戏是由阿列克谢梁尼多维奇帕基特诺夫设计的 他在莫斯科的电脑科学中心工作 有一天看到了一些小方块 这让他突然来了灵感 虽然他的老电脑连个显卡都没有 可他紧括号做出了游戏的雏形 他每天玩得不易落户 然后和几个同事 将游戏改成了彩色图形 这款游戏也在他们国家迅速爆火 不过那个时期很难传播到国外 一个叫斯塔恩的游戏贩子 无意中发现到这款游戏 他不断地给发明者阿列克谢发传证 希望能购买这个游戏的授权 最终通过电子联合会的领导同意 这款游戏以一万美刀的价格 授权给了斯塔恩 他也直接回到伦敦 与一万富翁罗伯特迈克斯为会面 与富翁的儿子凯文谈成了合作 他们将针对全球发行这款游戏 但唯独没有日本地区 而亨克趁机在凯文的手下 买到了日本地区的游戏授权 昨天他直接去了任天堂总部 找到缔造红白机辉煌时代的游戏交付 山内普 山内普玩的爱不值守 一口价五十万要买下授权 但亨克却拒绝了 他有更远大的想法 他想跟任天堂合作 做这个游戏的开发商 他会自己发行这款游戏 并支付所有的前期费用 就如同马里奥还有路易吉这个伙伴 他也成功说服了山内普 不过他得向信贷经理贷款三百万 用二百万制作任天堂的游戏卡贷 还要一百万用来制造街机 那个时代街机玩的就是现金流 再凭借任天堂的名声 他也肯定会赚得满嘴流油 信贷经理也被他说得一脸兴奋 同意了给他贷款 不过提高了利率 还将亨克的房子作为抵押 亨克一口就答应了 回家还劝妻子 这房子多小啊 等老公发财了给你在海南买别墅 可亨克的发财梦很快就被现实上了一刻 凯文直接联系到他 听说你小子在我这购买了日本授权 但我已经将街机授权给施加了 所以你也只允许有电子游戏的授权 没有办法 亨克雅巴吃黄连 只能被迫停止了街机的发行 他将游戏带送给山内普流纪念 也请求预知未来在任天堂的鱼款 他真的需要一个蘑菇才能活下去 但山内普并没给他任何承诺 反而让他去西雅图的分公司 在那里也许能帮助到他 亨克马不停蹄地来到西雅图 先签订了保密协议 他也看到任天堂的最新佳作 这部小巧的游戏掌机 让亨克叹为观止 但听说这款掌机要跟马里奥捆绑销售 亨克还是发表了他的建议 他将俄罗斯方块拷贝到掌机里 果然这个神奇的游戏 让设计师都玩得爱不失手 最终为了全球销量 他们一致认为 与老少鸡的俄罗斯方块捆绑销售 不过他们必须有俄罗斯方块的掌机授权 亨克只能前往伦敦的劲爆软件公司 此时的凯文正在跟斯坦恩大吵 特吵 因为得知俄罗斯方块在国外也很长销 俄方拒绝跟斯坦恩谈阶级授权的事 除非把欠他们的电脑游戏版税付了 原来斯坦恩只签订了电脑游戏端的授权 听说亨克想购买掌机授权 凯文并没有说实话 只让亨克回去等待 然后让斯坦恩尽快签署完整的游戏授权 也包括俄罗斯方块的掌机 亨克并没有离开 他一直等到斯坦恩出来 想在他这直接购买掌机的授权 将掌机授权卖给了亚达利游戏公司 当然他坑的不仅是亨克一个人 还包括劲爆软件的首席执行官凯文 尽管斯坦恩解释还没拿到掌机的授权 不过是一个小手段而已 可冲动的凯文却不管这些 他决定自己去跟俄国人购买授权 亨克也要去莫斯科的电子联合会购买掌机授权 不过商务签证需要全面的背景调查 这至少得几个月的时间 亨克没有时间再等了 他只能办了张旅游签证 去拿碰碰运气 如果运气不好 等待他的也只能是莫斯科的大牢了 当亨克来到莫斯科后 安检人员拿走他的护照附业 他的信息也第一时间传到对外贸易部 他在向酒店前台询问电子联合会的位置 可等到的不仅是沉默无语 前台还将他的行为上报给了国家 语言完全不通 就连打车都打不到 无奈下亨克只能找了个女翻译莎莎 莎莎以为亨克是来度假的 没想到亨克就要去电子联合会 在当时那个时期 未经邀请擅自进入国家机构属于违法行为 亨克不顾莎莎的劝阻 还是进入联合会说明了莱仪 亨克的运气还是不错 进去就正好碰到主管 但语言不通 他只能又让莎莎为自己翻译 不过他的谈话也被外貌不兼听了 通过与主管的对话 联合会从未将俄罗斯方块的电子游戏 授权给任何人 只是将电脑端游戏授权给了斯坦恩 主管认为亨克拿来的游戏袋就是非法拷贝 说白了就是一种侵权 他警告亨克赶紧离开联合会 否则将以欺诈和非法入境入狱 不过莎莎却没有翻译这句 也许是怕失去亨克这个客户吧 所以亨克仍然信誓旦旦地说 他会解决电子游戏授权的问题 然后再谈涨气的授权 主管考虑了一下 还是让亨克明天九点再来 出去后就想给妻子打电话的亨克 却遇到了等候他多时的外貌不特工 仅仅一条外国人未经正式邀请 不允许进入国家机构的罪名 就足够让亨克做半辈子牢了 这天夜里 外贸部部长亲自迎接刚下飞机的凯文 凯文却一脸的不乐意 明明说好是父亲的好友哥尔巴乔夫来接他的 这也太不重视他了 第二天一早 亨克又来到联合会 他也看到了俄罗斯方块的发明者阿列克谢 同时外贸部部长也不请自来 他是来为凯文铺路头 赶走一切想要授权俄罗斯方块的商人 但亨克倔强地必须要拿到授权才肯离开 部长单独叫出主管 让他对这些买家分别谈话 不能让他们见面 此刻不仅亨克和凯文在联合会 就连斯坦恩也到了 他们都想拿下掌机的授权 在亨克的口中 主管也大概明白了 虽然他们只授权给电脑版的游戏 但是凯文的敬报软件公司 却在全球销售电子游戏和街机 他将当初那份授权合同递给亨克 让他看看里面的问题 然后他转身向凯文那个房间走去 斯坦恩也向主管说明他的来意 拿到街机和掌机的授权 对于主管提到的电子游戏没有授权的问题 凯文并不答查 他只关心掌机的授权问题 主管又回到亨克的房间 亨克此时也看明白了合同的漏洞 任天堂游戏主机与电脑的区别就是 主管急切地都说出英语了 原来他一直都能听懂亨克在说什么 在合同里并没有定义电脑到底是什么 所以斯坦恩用这个漏洞 将电子游戏和电脑游戏混为一谈 他并没有偷窃电子游戏的授权 同样亨克也没有侵权 但合同里并没有接机授权的条款 斯坦恩无疑是盗窃了这部分的版权 这最少也要值15万 主管开始不停地在亨克几人来回穿梭 找出合同里的所有漏洞 然后他重新起搞了一份合同 并加了一段对电脑的重新定义 让斯坦恩重新鉴定这份合同 当然里面还加了一条15万的接机授权 斯坦恩要回去仔细看看合同 这次所有买家的谈话也到此为止 亨克缠上了阿列克蟹 让他送自己一程 整个谈判过程几乎没怎么说话的阿列克蟹 是这里唯一没有任何获益的 他发明的游戏早已不在属于他了 所以亨克想单独在他这里购买授权 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不过亨克对他仍非常感兴趣 是以一个粉丝的身份 他邀请阿列克蟹吃晚饭 或者去他家登门拜访 却全被阿列克蟹拒绝了 在当时邀请外国人到家里来就是犯罪 所以只能打电话 阿列克蟹留给亨克一个电话号码 当亨克回到旅馆拿出那张纸条 他却露出了微笑 罗斯托夫培尔维洛克 接6号802号公寓今晚7点 看来阿列克蟹并不太排斥他 另一边部长单独和凯文谈话 问他对于俄罗斯方款能出价多少 凯文却说要用他们公司独家出版的 价值200万的克利尔百科全书等价交换 可部长对这些毫不感兴趣 他只在乎凯文会给他个人多少 当时俄国即将解体 他也要为自己的后路做打算 但暴躁自大的凯文却拒绝贿赂他 就因为凯文冲动易怒没有一点诚服 所以表面上罗伯特将敬报公司交给了儿子 可私下几乎都是他在控制大局 他早已经跟部长私下联系过了 最后以40万达成交易 拿到授权后单独会到部长的瑞士账户里 不过罗伯特有一个小要求 夜里亨克按照纸条上的地址 来到阿列克谢的公寓 却有人暗中拍下了他的照片 一个俄罗斯方块的发明者 一个来自美国的游戏贩子 本来毫无相关的两人 如今却成了紫棋与薄牙 亨克和阿列克谢都是程序员 一谈到这些方面 两人不禁对着一笑 看到阿列克谢制作的最原始版本 亨克不禁暗自感叹 他也提出了一个想法 为什么不能一下消除两行或者四行呢 这样可玩性也许更高 阿列克谢仅仅敲了几个代码 这个想法就真被实现了 不过我就想知道 我玩的通过一关就自动加速的功能 是哪个孙子研究出来的 亨克毕竟不能久留 阿列克谢要送他出去的时候 他请阿列克谢带他去看看 真正莫斯科年轻人常去的地方 五哥就在两人狂欢时 部长也看到了亨克的照片 知道他去了阿列克谢 他必须要阻止亨克弹成授权 否则他的养老金也将不翼而飞 两名驻日大使馆的俄国人 找到亨克的妻子 警告他让自己的丈夫快点回家吧 同时特工也等到了 刚刚回旅馆的亨克 亨克不仅受到威胁 裤子也让歪嘴巴走了 旅馆内更是一片狼藉 莎莎也突然赶来了 他的家里也同样如此 他向亨克赶快离开吧 也为了这个输掉自己的一切 他还献上了自己的一文 不过亨克却推开了他 有个很爱的妻子在家等自己呢 而部长也找到阿列克谢 对他威胁了一番 亨克终于轮到可以打国际长途了 不过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他并没有放弃授权 而是让妻子赶快将他和 敬报软件签约的合同 再起一份新的合同 一起传真到电子联合会 可当妻子说有人昨天威胁他时 电话时间却到了 亨克准备前往联合会 出门打车的时候 却看到了斯坦恩 这回两人都明白了 联合会就是让他们欲望相争 不过斯坦恩还是乖乖地签了新合同 当他想谈掌机的授权时 主管又走了 亨克同样是大发牢骚 他认为自己是这些人中最诚实的人 可在主管眼中 他们都是骗子 都是为了钱财来的 但看到妻子发来的传真合同 和亨克的最新报价时 主管有点犹豫了 亨克给的预付金并不高 因为他已经倾家荡产了 但给的每售出一份游戏的提成板税 却让主管度心了 因为亨克预计能卖到2000万份 每份提成25每份 那么就是500万 主管刚出门 部长就来了 外貌不一直在监听他们的谈话 部长也直接说出 国家已经决定将授权给敬报软件 不过听说凯文只提供价值200万的 科里尔百科全书的出版权来等价换取 哪怕部长已经内定了 主管还是不太满意 为了尽快达成交易 凯文承诺在周末前 会私下支付给联合会100万 但主管还想谈下提成的问题 部长连忙叫他别说了 主管只能先签字了 但前提是在一周内会来100万 接下来 主管赶走了亨克 亨克还一脸的不愤 可主管却偷偷将他喊到外面 告诉他只有一周的时间 出假购买涨机的全球授权 并让他签署一份一项书 这是操作归程 主管也没太多时间解释了 如果亨克还想购买全球的电子游戏授权 联合会也愿意做这笔交易 因为他在与斯坦恩的新合同中 重新定义了电脑 并不包括电子游戏了 他也并不是在帮亨克 只是在为国家做最有利的事 亨克毫不犹豫地签署了一项书 不过这荧幕又被人偷拍了 亨克还想阿列克谢炫耀着他的战绩 可他根本不了解这世的危险 阿列克谢将他父亲的一些经历讲给亨克听 并带他来到外贸部的大楼附近 就是这里一直在监视亨克的一举一动 让亨克更加想不到的是 莎莎竟然是部长的特工 亨克都已经看傻了 这他们笔迪终叠还要刺激啊 他和主管的谈话已被曝光 虽然他被阿列克谢送上了飞机 可主管却没那么好运了 部长用他的名字给亨克发去了传证 回到家的亨克接到了两份传证 一份是俄罗斯方块授权已被终止 另一份却是莎莎主动亲吻他的照片 电话又突然响起 任天堂的西雅图分公司 已经知道亨克没有得到任何授权 所以他们决定与净报软件合作了 亨克彻底失望了 他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而失望的不止他一人 遥远的莫斯克主管主动找到了阿列克谢 他为这个国家奉献了一生 却换来这么一个下场 一旦签署碗语净报软件的授权协议 他也将被隔止查办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阿列克谢将这份传证发给亨克 也许还能纠正这一切 阿列克谢等所有人都下班了 将烟头扔进了垃圾桶 阿列克谢成功将传真发给了亨克 看到上面的文字 亨克终于知道该做什么了 凯文回到公司向父亲要一百万 因为会计部门一份都拿不出来 可他哪知道父亲私下贿赂了不涨 怎么能给他这笔资金呢 亨克再次来到西雅图分公司 将阿列克谢发来的传真给他们看 现在除了电脑跟游戏 斯坦恩和净报软件 根本没有其他游戏端的授权 他们现在最需要做的 就是拿着支票紧快赶往莫斯克 外貌部又看到亨克的照片 特供一脸的厌恶 这小子简直太烦人了 阿列克谢的行为也被发现了 不仅工作被革职 家里也被查封了 就连孩子都被学校开除了 部长还用孩子直接威胁他 亨克又来到联合会 这次主管身边却多了莎莎 不过并不是翻译 而是监督 任天堂给的费用实在太高了 高到主管都无法拒绝 就连莎莎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总不能这么高的价格都不同意 反而同意敬报软件的空投支票吧 他只能借口需要一晚的时间来审核合同 部长却狮子大开口 跟罗伯特要价500万 或者24小时内会来100万 履行凯文当初的承诺 就连杀杀都非常不解 更多的报价不是对国家更好吗 为什么要偏意敬报软件呢 而此时的金包软件却上演着高层大战 互相拦约着对方 看完斯坦恩签署的新合同 现在他们连电子游戏的授权都没有了 罗伯特再也做不下去了 他要第一时间前往莫斯科 这回是戈尔巴乔夫亲自接待的罗伯特 但他对这款游戏完全不感兴趣 他还要忙着前去阅兵 并没有给罗伯特太多时间 于是两家公司也第一次站在面对面 盘盘游戏授权的事情 本来只要罗伯特肯支付凯文承诺的100万 他必将轻松拿下授权 可他却分逼不讨就是陪伴 主管肯定选择了出价500万 还有分成的任天堂 罗伯特还试图要阻挠 主管迅速签完了合同 并让他们快点离开 部长已经派人来了 当部长赶到后 亨克几人早就离开了 罗伯特急得大骂 主管却说罗伯特一份也不能 他只能与任天堂合作了 原来罗伯特真的快破产了 他的债务已经超过几十亿了 部长急得直接说出了两人肮脏的勾当 面对凯文的质问 罗伯特也大声训斥了儿子的无能 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没有人在隐瞒什么了 部长要追回那份合同 并要俄罗斯方块50%的授权股份 三名特工堵住了亨克几人 阿列克写入天降神兵 其实赶到接走了亨克他们 莎莎也向上级汇报了部长的贪污行为 一场追逐战也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拉开帷幕 终于赶到了机场 在阿列克蟹的掩护下 亨克三人成功登机 临走前亨克向阿列克蟹保证 他们还有见面的时候 并想用拥抱跟他再见 部长却在起飞的最后一刻 登上了前往东京的飞机 可他们并没有看到亨克那张讨厌的面孔 因为亨克几人乘坐了前往瑞士的航班 转机返回东京 部长还想再次去追 却被莎莎带人将其逮捕 在亨克的不懈努力下 俄罗斯方块的授权终于被任天堂拿到了 而亨克也实现了他的承诺 给妻子准备好了海南大别墅 俄罗斯方块在全世界迅速报国 不过俄国也彻底解体了 亨克也等来了阿列克蟹 欢迎来到我们新家 是现在是美国的情感 亨克和阿列克谢后来成立了俄罗斯方块公司 斯坦恩也继续授权该游戏 罗伯特在公司的退休基金窃取了9亿 债务超过了50亿 他的媒体帝国也随之崩塌 在罗伯特神秘死亡后 凯文因涉嫌参与父亲盗窃退休金而被捕 并同时宣布破产 虽然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 任天堂正式下架了俄罗斯方块 但俄罗斯方块不会消失 他会以更多全新的姿态继续活跃着 他也依然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